小张应聘的是网络管理员岗位 他说自己先后通过了电话和线下面试 感觉不错 他和公司人士的聊天记录显示 3月30号公司人士在微信上问他 背景调查出来了 有负面社会安全记录 后来他就被这家公司拒绝了 在我理解可能就是违法犯罪了吧 然后被治安拘留过这种 那属于负面的吗 但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被拘留过 小张提供了一份 由杭州西湖区留下派出所开具的证明 截至3月31号 未发现小张有违法犯罪记录 我们相处都挺愉快了 我们也没有吵架之类的 从来没有过 那你上一次离职原因是 就是我公司这边 然后在家距离这块 我可能觉得不太合适 然后就想换一个平台 那么负面社会安全记录 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背景调查之前需要候选人授权 小张收到过背景调查公司的短信 上面有个联系方式 能开具出来的话就说明说 您这个负面的话 它没有到达一个犯罪的地步 什么叫没有到达犯罪地步 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有这个吗 没有到达犯罪这么严重的细节 您可以将证明直接给到 您要入职的企业方 进行一个自证 但你们上面没有写任何原因 然后导致这家公司不能判定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从而将我拒用了 那这个问题我得找你们去确认啊 相关情况我们会和企业方直接沟通 记者接过电话想帮小张问问 负面社会安全记录 到底指的是哪些方面 小张带记者找到面试公司 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小张联系上当初面试他的人士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这种情况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 可以帮小张再跟进 后来小张反馈 背景调查公司方面联系了他 这样的答复 让小张感觉是在猜亚迷 到底真是他自己什么地方有所疏漏 还是背调结果出了问题 小张打算再想想别的办法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